大家好,这里是VTV,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看,在我们今天澳洲日报的头条上面写的是 上海中方职业投资数百万到我们阿德莱德港队 去大力推广我们的澳式足球,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footy 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怎样才是一个澳式足球 这件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 我也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早在几年前 澳洲就派出了一位出色的教练去到中国广州 训练当地的人员去培养他们对澳式足球的兴趣 培养了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 听说有一个叫陈少良的队员还来到了我们阿德莱德港队 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第一位华语讲解员 也就是我们footy的华语讲解员Jason同学 我也是非常有幸能够通过一个比赛成为了 这个澳洲足球的一名解受员 大概去年8月份的时候 大概是阿德莱德港俱乐部 他发了一个这么一个广告 是要招一名普通话的解说员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发给他一段录音 是试播了一小段 然后他们从中选出了八个人 我们八个人分成了四组 每两个人解说一场一节的比赛 然后最后是就是我赢得了这个比赛 所以说就有机会成为了今年的澳洲橄榄球的这个华语解说 这个澳洲的橄榄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运动 是这个参与人数最多 然后观众也最多 也是场上气氛最热烈 发现这真的是一个节奏非常快 然后非常流畅 就是所有的规则和裁判都会去保证这个比赛 是没有任何的停顿的去进行的 这么一个比赛 真的挺好看的 现在图片显示的是正效力于阿德莱德港队的队员 也是我们的唯一一位中国队员陈少良 陈少良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受到了阿德莱德港俱乐部 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 他也是本身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很好地融入了这个环境 然后在训练当中也是已经跟队友有非常好的交流 已经就是能够非常好的完成训练 然后他在训练中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努力和刻苦的人 他自己就经常说我拿到这个机会不容易 我一定要在这里好好的训练 然后争取能够早日打上职业比赛 才能对得起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我也相信他肯定早晚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我们今天有兴请到澳洲本地球迷路卡 Luke我们都知道Footy在澳洲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 是不是澳洲人从小就非常喜欢他呀 是的 其实我应该是不到三岁已经有我自己的球衣 然后到五六七岁就开始跟朋友们在学校玩这个运动 那Luke我看一到周末呢就有好多人去阿德莱德沃那边去看比赛 大家都围着围巾 是不是每一个家庭的传统节日一到周末就会这样 应该是吧 其实你一看阿德莱德人口可能只有一百多万 没多少 然后每一周末有五万人去看现场比赛就表示 是我们直立的人真的看重这个比赛这个运动 那Luke作为球迷我想你应该也知道 Paul Alley这个队最近有两件大事 一个是引进了一个中国的队员 陈少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 听说过 其实也见过了 我一见他就看他的提醒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选他当橄榄球队员 非常适合先生的这个体型就适合去当一个队员 我觉得是 那第二件事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开头提到过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公司 投资了数百万到Paul Alley这个队 然后说是给资金赞助 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吧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事 你知道澳大利亚有18个队吗 然后都必须找一些赞助公司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表示 就给大家看 Paul Alley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队 他们还去过外看 有没有什么赞助 是的 让更多人来关注我们 是的 没想到一则新闻后面会有这么多故事 也感谢今天Luke和Jason 与我们分享这背后的故事 我们希望澳洲和中国都可以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无论是体育教育还是各方面 那也感谢大家关注澳洲VTV 现在我们也在试图联系陈少良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邀请他来我们的演播室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所不知道的澳洲文化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关注澳洲VTV 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